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林荣安 日前在纽约曼哈顿华复发生了四死一伤的游民血案 行凶的嫌犯同样也是街友 才24岁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街头暴力攻击了 这个事件冲击到游民问题同样严重的加州 一向加州政府是非常照顾弱势的 现在政策上不但要解决游民带来的社区问题 还多了要保护街友安全的顾虑 来看一下报道 在此之前 其实纽约市政府在许多地方兴建游民收容所 但游民问题不减反增 根据游民联盟最新统计 纽约市游民收容所每晚接纳的游民数量达新高 近六万四千人 但仍有很多游民不愿去收容所 宁愿选择露宿街头 相对于各都会区 从东部的华府 巴尔地摩 纽约和波士顿 到西部的洛杉矶 九金山 西雅图都有游民问题 这些游民有六成七是独自一人 三成三是由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成员 洛杉矶时报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 游民中拥有精神疾病 药物滥用 以及肢体残疾问题的人 比率远高于之前政府做出来的调查报告 洛杉矶县大约有76%的游民被观察到患有精神疾病 药物滥用 营养不良或某种肢体残疾 其中超过三年无家可归的游民 甚至有92%患有癌症以及慢性浓肿问题 近一半的游民同时患有两种残疾 并且有26%的游民同时患有超过三种以上的疾病 但此之前 洛杉矶游民服务局的调查数据指出 只有29%的游民有精神疾病 以及药物滥用问题 游民问题到处都有 从社会结构面来说 多数人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子 而是经历一段求助无门的过程 其中包括家庭变故 经济问题 误入基图或被社会排挤 当一个人需要社会福利协助 但是救助一时无法到位 加上忧郁症 焦虑症 药物滥用 及酗酒等方面的长期折磨 就可能流落街头 社区民众面对游民困扰 一般通常赶紧避而远之 明哲保身之外 似乎别无他法 除非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人员 或是非营利组织的不定期发放场合 尽量避免去做近距离的人身接触 或试探举动 很多游民之所以流浪街头 居无定所 就算有机会过回正常生活 这些人反而会却步 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 害怕再次搞砸 会再次失去所有 甚至是仅有的尊严 这些都是社工人员 长期观察探访 得出一些不为之的原因 除了喜欢自由 还有害怕失去 可以交朋友 也可以耍孤僻 还可以到处游荡 在街头应该饿不死 但人格的崩坏已经难以重塑 适应街头上的生活之后 已经无法想象 他们要怎样 才能变回正常人生活轨道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